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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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张一星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小丑 这个歌的制作过程 小丑他是一个有两面性的人物 所以呢 我把这个人物的 两面性用一下门隔开了 所以当大家听到 脚不伸的时候 就知道他要回家了 回到家了或者是他不用回家 他就走到那扇门上面 走到那个门前面 把门打开 关上以后 就成为了小丑 随着重贝斯 随着重的贝斯 然后 所有这一切 I'll make a joke but you know it gotta get it 然后在第二段的verse 2的时候 我选择换掉整个的贝斯拉 我选择换掉 这样换了我好处在哪里呢 在旋律在我们在唱的时候 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跟前面的verse 1会有一些区别 因为整体的歌它的段落比较简单 所以就让他用best line的区别 让他感受整个两个段落都不一样 而且第一个段落更多的是在调侃自己 在第二段可能更难是更多的是表达自己 因为这个为什么要break 因为我希望大家知道 只要你们能开心 我就会微微笑着手 最后的outro我选择的是用一个 铺在下面 在上面各种各样的滑稽的声音 哈哈哈哈 一哈 呜呜呜呜 这样的声音来表现这个滑稽的人生 对 最后把门关上 整个小丑的这一次的体验之旅就这么结束 大家可以想到就是在整首 从小丑开始登场 开门到关门整个这是一段旅途 来感受一些小丑的人生 希望你们听完这个歌也可以喜欢它 但是这首歌我觉得一个是因为那个时候准备的比较仓促 那我觉得也没有达到我的 我其实脑脑海里的巅峰效果 我觉得还可以再调试一下 不过没关系 比赛比完了 主要是要作品 希望大家喜欢 脑海里的巅峰效果就是狂啊 我脑海里的对于小丑这个作品的巅峰效果应该是狂 拽 和不羁 我写小丑这个歌之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 他有一个梦想 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觉得我们好像很像 但是 没关系 跟嘲笑也没关系 反正我找我自己人大 对吗 是 我是 也帮我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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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